今天是5月12号 其实也是国际护士节 上海市卫生系统优秀护理工作者最高的荣誉奖 第四届左英护理奖昨天揭晓了 一共有12位护理工作者获得了左英护理奖 13位护理工作者获得了左英护理奖的提名奖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PICU总负责护士冯生 成为了自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男护士 本届获奖者既有一线的护士 也有在护士护理教学科研上获得成绩的护理部主任 他们以敬业奉献精神对待工作 引领护理学科不断进步创新